大家好 我是舞秋風 我今天要為大家帶來 俠客風雲傳 上一集我們拿到 天龍巴布宮 到底要不要練喔 讓我很掙扎欸 因為練下去我就 我就沒得逛啦 就不能再逛了 不練又覺得缺了點什麼 好猶豫喔 好啦 練 我練 好不好 天龍巴布宮 我練 欸 不是啦 這裡 不是 是在這裡 基本宮我練 為什麼今日總覺得心中不太平 有股抑鬱之感 今天什麼日子 五月中旬 端午節 每年到我這一天 終有說不出來的神傷 到底是什麼原因呢 欸 侍子 在這賞月嗎 真是好雅興啊 今天又不是八月有什麼好賞的 呃 侍叔啊 你怎麼會在這啊 還是快離開吧 向愛歐布 恐怕不歡迎你 唉 從前我們侍叔之間 總有些不愉快 那都是過去啦 侍叔今晚並不是為了要 跟你師父尋釁的 那究竟有何目的 你快說吧 別拐彎抹角的 老夫見你鬱鬱寡歡 那是因為你心中有節之故 故老夫有辦法節你的節 什麼東西 笑話我有什麼心節 我盡你是尊長 不想鬧得場怨難看 若你再不走 我就要不客氣了 年輕人就是年輕人 這般沉不住氣 老夫知道你心裡在想什麼 你是在想你無緣的爹娘 什麼東西 你怎麼 我怎麼知道 呵呵呵呵 跟我來 師叔有個東西要給你看 什麼東西 看了之後便會明白了 關乎於你的生日 要不要來隨便你 這 師叔且慢 我們跟過去看了耶 到了就是這裡 這裡是墳墓 你瞧瞧上頭墳墓的名字 東方溪 宮西窯 欸 怎麼回事 為什麼 為什麼看著這兩座墳墓 我這麼的難過 是指 這兩個不是別人 正是你的親生父母 親生父母親真的都死了耶 欸 怎麼了 驚嘆號 四叔 你認識我的父母 你又是如何得知 他們是我的父母 這件事情說來話長 你且耐住性子 老夫跟你威威道來 你父母與我當年可是十足的交心好友 我很崇拜他的為人 那是約二十年前的事了 當時我們都在天龍教中 天龍教 你說的是我父母也是天龍教的人 那可不是 你的母親 宮西窯 乃本教前教主天王義女 你父親東方溪則是本教尊使 深受前教主器重 你的父母在教內原本有大好的前程 直到 直到什麽 直到什麽 直到天王下落不明的那一天 你父親發現小蝦米留下的聖堂之秘 乘抱上了教主 並秘密前往聖堂玉虧就近 起之消息走漏 天王一行人竟在聖堂遭到那些致命正派 實則卑鄙無恥而扎碎襲擊 天王愁此下落不明 而你的父親則有驚無險 在我等監獄下逃出升天 消息為何走漏 因為你父親本是武當派 派遣來本教的臥底 你說什麽 唉 天王仁義過人 你父親確實為了打探本教的情報 但在天王感召下 逐漸明白本教救世紀人的宗旨 棄暗投明 真正成為了本教的一員 但武當派是他生根的地方 感情又是如此容易割捨 他十足希望本教能與中原和平相處 並這份心聲告知了那些正派中人 但那些道貌暗人的傢伙並不領情 乃是逼你爹做出選擇 你爹在這般煎熬與壓力下 做出了錯誤的決定 將我等前往聖堂的消息告知了正派 換來的就是本教嚴重傷亡 而你父親袒護天王的舉動 更被正派中人解讀為背叛者的行徑 最後你父親兩邊不是人 不但遭到正派的通牒 一遭本派的追殺 雖然在龍皇面前 極力袒護你爹娘 但孤城難以回天 教力難回你爹又確實做出了出賣本教的事 唉 點點點 你講的都是真的嗎 我要打先打一個問號 後來你爹娘就不知所終 這些年來我無所不用其極 探查你爹娘的下落 皆是畏果 性而蒼天有眼 終於讓我探查出你爹娘最後的行蹤 當年你爹娘被那些 道貌暗然的正派走狗追殺 料想再解難逃 於是他們將方出生不久的你 安置在宣城一戶農家前 以免你也被殺害 我確實走了一趟宣城 又明察暗訪了許久 才終於找到這裡 想不到獅子你竟是固有之後 天意 天意啊 真是天意難為 你有什麼證據說明你都是說的都是真的 證據 證據就在這裡 這 這半枚玉卓是 當時雖在存亡為繼之秋 你母親還是抱著渺茫的希望 期待往後與你再次相聚之日 因此將這玉卓分為一半 一半給了你 你身上應當有這玉佩的另一半 今天就是他們將你留下不幸遇難的日子了 確實 確實 師叔說的話 你還有什麼懷疑之處 我 我 我懷疑你都在亂講的 爹娘 你們死得好慘喔 士子 你爹一生為政派賣命 得到的是什麼 什麼是政 什麼是邪 我問你 本朝開國君王洪武帝算不算一個好皇帝 洪武之智之下 百姓安居樂業設計蒼蠅 但他造的殺念也不少 陳主統計時期被稱為永樂盛士 然而他既是一位篡位者 姓又多疑好殺 所造的殺業絲毫不下其父洪武帝 我天龍教 雖行四座風霸道強恨 但須知四道越亂 手段越動 量小非君子 無獨不丈夫 想成大事者 豈能計較這麼多 他講的 講的不無道理耶 怎麼辦 我有點被他說動了 不行 我是正派中人 我不要一直一起走 我是靠正派走天下的 但我天龍教統一天下 武林迎來真正的和平 真正的大同 眼下各門派有其見 彼此死守著老祖宗留下來的武功奧義 武學的交融成了一灘死水 許多前人留下的高僧武功都因此失傳了 但我教統一武林後便令各門派 無私奉獻出本分所學 彼此參想著謀 融會貫通 造就中原武林全新的武學盛世 點點點 你這狗屁不通 所以 救人之前要先殺人是不是 獅子 我跟你說了這麼多 也不期望你一時都能吸收 你好好想想吧 想想你父親一生為正道奉獻 死的卻多麼的不值 你呢 你想要有一方作為闖出自己的江湖路 但是留在逍遙派中究竟能得到什麼 一輩子安逸的日子 真的是你想要的嗎 獅子 我看得出來 你是狼 你是跟我等一類人 狼應當有狼的歸屬 與羊群混在一起 這... 與羊群混在一起 永遠難有成就 嚴禁於此 師叔就不打擾你與父母親 嚴禁於此 師叔就不打擾你與父母團聚了 你一定有許多話想對他們說 趁今晚儘管說吧 爹 娘 啊 我什麼話都沒說就走了 爹 娘 啊 你們好可憐喔 生產單要了 85了 Yes 我可以練九轉還魂單了 終於要 練得越多 練一個五千塊耶 到底划不划算啊 九轉還魂單 要買這麼多東西 到底划不划算啊 我的天哪 釀...釀一份 要八千八 買一顆也才五千啊 八千八 好啦 光買藥才要八千八耶 我的天哪 這...這一定搞錯了什麼 啊...打出來了 獲得一個九轉還魂單 有夠難大的 八千多塊 換一個九轉還魂單 實在太不值得了 要是不是可以順便練單 練單 誰要跟他們打那些東西啊 嘿 又有事件了 又有格鬥場 我來啊 格鬥場 五兄弟 我們已經發現十四天數的線索了 哇 其中九一篇 據說就在少林寺 還是...我們一起去看看吧 要去少林寺耶 再不去就被別人得...截足先燈了 好我們走 看書裡面藏有什麼秘密 好事不宜多魔 咱們就出發吧 嘿... 少林寺的和尚都出來阻止我們耶 金剛也有怒目 佛陀 也會降魔 佛陀也會降魔 一個人飲得酒 往往能看出他的品性 哇...他們講話都好有詩意喔 呵呵... 劍涵 Yeah 哇...劍涵兄...真的蠻厲害的耶 不是我在說 劍涵也很有...很...很厲害 啊... 只不過...好像沒插到什麼人 那這裡咧?這一個 喔...範圍好大喔 其實... 其實我們還蠻厲害的 這是什麼 少林寺十八圖人 真的有耶 我們要大破少林陣 喔...反擊...反擊... 十八圖人不是蓋的耶 感覺好像蠻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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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欸...第二回合了 我們是不是應該浪...浪出一條路給劍涵出來啊 呵呵...讓他出來 這個位置...我等一下...我等一下... 站在裡面 就可以打...欸...可以連斬 我想說可以打很多人 可是...人死了 所以就不用打很多人了 好啦...劍涵退一步好不好 借一步先 呼呼呼呼 我...我走不...走不到這耶 好可惜喔...直接放了 直接放大招 喔...快要贏了...快要贏了 這個...這個...這個...放在這裡 欸...欸...沒有贏 沒有打死他 太可惜了 哇...打死了 連斬打死了耶 我發現這一批人其實蠻...蠻強的 欸...等一下...怎麼又有人跑出來了 南無阿彌陀佛 少林寺真的不容易耶 南無阿彌陀佛 還好我這些人...也很強 呃... 個個都是用劍高手 大家都用劍高手 我覺得這裡應該要拿劍術才對啊 應該劍術100 怎麼會喝酒100 大家都很愛喝是不是 也是啦 也都很愛喝 欸...楊芸要被打死了 我的楊芸 嗚...閃過了閃過了 喔...又閃掉了耶 又出來一個 那個自己趴了 喂... 劍南 劍南被打死了 快要不行了 我們快要撐不下去了 趕快打 這個我有 欸 我有這一招欸 等一下到這一格 劍寒的位置 希望會打贏啊 哇 劍寒也走了 怎麼這麼強啊 少林寺 果然不是蓋的 哇 拜託 我要贏 我要拿到十四天輸的秘密 哇 點穴 死鬼啦 點穴 拜託 十四天輸 我要用策略 左右開弓 這樣會贏了吧 左右開弓你 再抽一次 有喔 帥 我太晚用左右開弓了 沒有想到 沒有想到我已經學會左右開弓 忘記用 施策 策略 再一次 我策略點還有七點 再來一次 再左右開弓一次 這樣子有打贏的機會喔 連續兩次 太棒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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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贏面又回來了 又有一些贏面在了 戳 欸 再戳 哇 左右開弓之之欸 啊 要被點穴了 什麼東西啊 喔 我還能再用嗎 六點 再用一次好了啦 我受不了了啦 這個 這個叫什麼名字 烏鷹方丈好強喔 我要打贏烏鷹方丈欸 他好強喔 嘿 快贏了 喔喔喔喔 閃掉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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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太棒了 太棒了 拜託你啦 烏鷹 我只不過想要 想要14天輸的秘密而已 嘿 左右開弓 好像左右開弓有兩回合欸 兩回合結束之後就沒了 有沒有 沒有了 沒有了 真的沒了 那我還可以再用嗎 哇 繼續用 繼續用 繼續我的左右開弓 打死你 羅劍士 大贏了齁 少林方丈有夠強 超強 好啦 贏了就好啦 登登登 太好了 原來天書中記載 心心相襲的俠客記 剛才的大戰鬥也令我領會到了這項絕技 心心相襲 我倆 心心相襲 情不自盡 太感動了 心心相襲 欸 事件又來了 蕭遙谷又有兩個事件 看一下這個 徐某又來打擾了 今天又要給我什麼稱號 不知徐兄有什麼事 以樓克鋼 哇 軟弓超群 太好了 以樓克鋼 舞秋風 軟弓如此和好 到我家鄉來都可以去參加奧林匹克體操大賽了 完全聽不懂 下次有機會再告辭了 徐兄慢走 徐兄有時候真是奇怪 我記得我好像常常講這句話 徐兄真是怪啊 基本功 我練練內功好了 第四年六月初 要幹什麼 妹已經拔得差不多了 繼續練功好了 我把那個天龍八部 練到十級 有沒有 七級了 我已經在吐氣了 再練下去就要兩眼昏花了 兩眼昏花了 不管他啦 繼續練 天龍八部弓很難練欸 練了這麼久 都 都才七級而已 是因為我兩眼昏花經驗太少嗎 武學增加一 氣血上升 經驗三百一 少了一千左右 真的不能再這樣練下去 少了一千欸 有點多 氣血上升 少了一千 呃 休息好了啦 不能再練下去了 不能再練了 欸 二十兄弟全副武裝 莫非要出遠門 不錯 我聽到傳聞 江湖上失傳已久的佛劍魔刀 近日於熱山大佛出土 想去證實消息真假 佛劍魔刀 不錯 據說佛劍魔刀 乃四十年前由鑄劍商專 前任莊主以一塊陰陽磁鐵打造而成 削鐵奴泥 吹法力斷欸 這麼神喔 但任前莊主製造出雙刃之後 便不知所終 至今下落不明 江湖上嬰兒謠傳 陰陽磁鐵非人間之物 即使化作神兵利器 亦不為世人所用 任前莊主必是有感於此 帶著佛劍魔刀頓釋 今日重現江湖 正好讓我瞧瞧是否如床言一般 我也想去瞧瞧佛劍魔刀 也好 就讓你跟著去掌掌劍士吧 出發吧 我們來到 熱山大佛欸 二師兄 此處便是熱山大佛 不錯 相傳唐朝 然後 海通禪師 見此地 山江匯流 水勢洶湧 然後 傳毀人亡 普渡眾生 所以即綜合之力 造了此佛像欸 此號大功臣 前後廢時 九十年 經由海通 師徒 與三代工匠 努力完成喔 九十年 太誇張了吧 二師兄 竟然知道這樣的典故 你這傢伙 敢學老頭子說我 活得不耐煩了 二師兄 佛頭上竟然有人 真的還假的 有人 這裡有人 有兩個人影 上去瞧瞧 我們上去了 我跟二師兄合體了 這裡有沒有東西啊 我們就這樣隨便 欸這裡 這個是 這個 痾 事情還沒做完啊 好啦 我們不要亂走啦 我們走上山啦 好像很大 這個山 好像很高 要爬很久 我的天啊 我們爬上山頂了 凌雲寺 終於到了 爬的有夠久 我的這座山很高欸 很陡峭 這裡有人嗎 汗無人煙 佛頭上竟然有兩個人 欸有人在掃地欸 阿彌陀佛 司徒是來彈授佛經的嗎 是 每個 每天誠實 幾時 都會在庭院中講佛經 如果司徒錯過了 就等明日了 誠實 啊等明日 錯過了 對不起 這裡有沒有什麼寶箱可以開啊 這裡 按到一個寶箱喔 有點莫名其妙 完成 得到封神腿法秘笈 封神腿法 呃 我不需要 欸這個比較有用 五千塊比較有用 封神腿法 還好沒有扣道德 還有寶箱嗎 我再來搜尋一下 呃 沒有了 這一塊可以出來欸 喔 講佛經就在這裡喔 好啦反正時辰都已經過了 欸又有一個老人 老人家欸 你們老人家都爬這些山路上來 這晚上可沒人敢過來 很可怕的 呃 好啦我們開始啦 我們的佛劍魔刀之旅 我跟二師兄在那裡 欸賤男兄欸 多虧四伯 即時告知佛劍魔刀出土消息 晚輩才能現一步在巨人士趕來前 將酸刃取回 晚輩警帶鑄劍商專卸過四伯 老者你是誰啊 事實不用客氣 老朽找了前任莊主大半輩子 雖然人還沒有找著 但發現這對刀劍總算有一點安慰 點點點 不知鑄劍山莊 要如何處理佛劍魔刀 實不相瞞 家父打算龍毀佛劍魔刀欸 為什麼 為何 說起來也是因為這十年 鑄劍山莊屢屢因神兵而遭逢故辯所至 今日佛劍魔刀重現江湖 若任其留在世上 恐怕又引起一場心風邪雨 家父實在不願意看到這般舊式重演了 老朽明白 哈 雖然可惜了兩把神兵 但任莊主的顧慮也不無道理 何必報遣天物呢 所以 荊棘要奪取佛劍魔刀 金 金金 呦我們都飛過來了 若鑄劍山莊沒有把握守住這兩把神兵 就由再下來保管吧 劍南兄 武兄 金兄方才所言是什麼意思 就是 給我刀 有沒有 金字我就要當佛劍魔刀的主人 佛劍魔刀乃處劍山莊所有之物 你憑什麼 憑我的實力 我就要拿到佛劍魔刀 哇 打起來了 就這麼打起來了欸 哈哈 佛劍魔刀終於到手了 佛劍魔刀就這兩把 你 逍遙古幾時幹起的強盜勾當了 強盜 貴章竟然不要這佛劍魔刀 我愛物惜物 取而用之 何強盜之有 再者刀劍在我手上 一來替貴章省去了麻煩 二來物盡其用 起步兩全其美 痾...惡師兄 你這分明強辯 我也認為惡師兄不該取薄劍魔刀 我認為惡師兄所言有理 嘖 怎麼辦 一個是我師兄 一個是我的好友 好啦惡師兄所言有理 欸 任劍難對你也好感度減少了 欸 什麼 五兄今日 要與我促劍商專為敵嗎 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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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師兄有事 做師弟的自然要幫 想不到五兄竟然是如此 不非是非之人 任我過去真是看錯你了 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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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覺得我的心頭在滴血 我們走 我們走了欸 嗚... 嗚呼... 又飛回來了 怎麼了又怎樣 可爭熱鬧 有誰 惡師兄 誰啊 別走 嗚... 好多人來了 那是西門峰你來幹嘛 佛劍魔刀夏侯飛也來了 為何會在荊棘手上 方才被奪去了 荊棘佛劍魔刀拿鑄劍山莊之物 何以奪之 痾... 想不到天劍絕刀武當也關心佛劍魔刀之事 天劍們跟... 呵呵呵 這句話好假喔 天劍們素來跟鑄劍山莊友好 自然關心 我絕刀們跟鑄劍雙雙交情也不亞於天劍們 當然關心 點點點 我當下來關心天下各派之事 好假 你們太假了 哼... 只怕鯨魚多過關心了 欸... 沒話講了齁你們 呵呵呵 點點點 都被說中了 看來敢說出真心話的 只有金某了 荊棘 別把別人都看得跟你一樣 快把佛劍魔刀交出來 奪物之人 天理男容 素來寶劍派英雄 佛劍魔刀真正的主人是誰 不如由他們來決定 有誰能力奪之 就有資格做他的主人 諸位要是能聯手自我手中奪去 金某惡話不說 謝罪離去 不過 要是敗給了金某 希望各位也要輸的福氣 好狂妄的狗氣 你以為能砸過咱們 你們...你們很強嗎 各個都是手下敗將欸 恩... 金兄說的可別食言了 看招 別傷我二師兄 師弟拿去 額耶...等我太乳刀耶 讓你表現一下 拿到太乳劍 咦...我一個人上 關我屁事通 我真的要1-4啊 1-4就1-4嘛 1-4我也沒放到眼裡 先解決這2個 欸...看來1-4真的有機會 對誒 舞秋風的武功不是蓋的 全部都閃掉了 耶 誒這一個沒閃掉 哇 你們 你們武功真的沒有很好誒 我現在才發現 道劍是一個了 解決了 一個了 第二回合開始 閃過了 我現在發現我的閃避率還蠻高的誒 東閃西閃反擊 誒 被他閃了 還沒搞定啦 誒 才兩回合 金雞你這麼急喔 二師兄 賴我來吧 他們 我再多給我幾回合我就搞定啦 你很急喔 來啦 佛劍魔刀看看佛劍魔刀的威力 戳死你 耶 還沒死 反擊就死了 誒 沒有反擊 耶 一群矛頭小子子怎樣 火劍魔刀威力展現了 要補血了是不是 他剛剛血自己恢復了誒 誒 死掉了 好了啊 這一個了 呀 這個單體技 荊棘最厲害的就是在於流血誒 砍下去之後會流血 剩一個人了 劍蘭 剩你了 打贏了 打贏了 連斬 氣血上升 防禦上升 這就是我們二師兄耶 勝負已分 朱惠還有什麼話說 全部人都趴下了 罷了 我們走 走掉了 劍蘭走了 算你有兩項子 秋風 今日之事我西藍風記住了 關我什麼事情 我是幫我二師兄而已 送我看走眼 今日我下猴飛 沒你五秋風這個朋友 呃 為什麼 為什麼不把帳 算在經紀頭上 我又沒有拿 拿到什麼東西 跑掉了 看來方某要重新評估 五兄這個朋友了 呃 呃 看來你們這些朋友 不怎麼有度量啊 為什麼 因為他們不認識你嗎 唉 我廣結善緣 結果搞成這樣 你坐在地上做什麼 對啊 我為什麼坐在地上 我怎麼了 我 我的腳好像扭傷了 什麼這麼不計啊 罷了 給我站起來我扶你 我好像把兩腳都給扭傷了 我到底在幹什麼 為什麼會兩腳都扭傷 點點點 點點點 這是什麼劇情啊 一直點 真是的 二師兄要背我 真的還假的 上來吧 欸 欸 別再磨磨蹭蹭的 你就自己爬回去吧 別丟下我 天要下紅雨了 二師兄背我 嗚 太陽打西邊出來了 二師兄背我 剛剛我試他又被他摔下去了是不是 三無靈天地合了 二師兄背我 二師兄背我回去了 對 二師兄或許沒有這麼難相處 他就是刀子嘴豆腐心啊 我回來了欸 二師兄居然背我 搞得很訝異有沒有 我們今天的實況就到這邊結束囉 謝謝大家的收看 我們下集再會 掰掰